愿主与你们统在 愿你的心灵统在 公读甚若望福音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 门徒们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原丁 所有属于我 而不结果实的枝子 他便剪掉 所有结果实的 他就修剪 使他结更多的果实 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 已是清洁的了 你们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你们内 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 凭自己就不能结果实 同样你们若不住在我内 也不能结果实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谁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他就结许多果实 因为离了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做 谁若不住在我内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 而枯干了 有人便把他撕起来 投在火中烧掉了 你们如果住在我内 他的话也存在你们内 那么你们无论想要什么 尽管求吧 他就会给你们成就 只要你们多结果实 并且成为我的门徒 这就是我父的光荣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是活人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 我们还是活着的人 对吧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 虽然坐在这边 其实是一个死人 不会觉得自己是死人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我们是叫做什么 没有灵魂的活人 没有灵魂的活人 意味着我们虽然有肉身 有生命 但是我们活得不像一个人 人在这个世上 弟兄姐妹们 人的幸福感 幸福感 也就是我们还觉得自己 活得像人 能够活出幸福的感觉 其实都离不开 这两个字 关系 关系知道吗 relationship 关系 特别当这个关系 能够结出好的果实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幸福感 你的存在感 你的存在感 其实是很好的 是很棒的 所以人都不能够离开人 而单独生活 所以耶稣基督说了 一个人不好 所以他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又让我们结出更多的人出来 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世界 而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关系当中 寻找我们的存在 寻找我们的幸福 人的幸福来自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肉身的 我肉身得到满足 我物质生活得到满足 这些可以带来你的幸福感 存在感 但是单单这个够不够 人从历史开始 有人开始在寻找自我的开始 发现圣经里面就已经说了 单单只是依靠肉身的生命 是不足够的 是不成全的 所以才会有第二层的关系出现 第二层的关系就是 人跟天主的关系 也就是人神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属灵魂的关系 属灵魂 在座弟兄姐妹们 千万不要以为你坐在这一边 只是肉身在运作 其实天主给了我们那一口气 这一口气 浮进去的就是我们灵魂的气息 没有这个生命的气息 我们就活着像死人一般的 没有生命力 所以第二层关系 我们到底有多少 我要恭喜你们 至少你们是有信仰的人 有信仰意味着你们已经接近了属灵的 跟天主之间的关系 但是有没有建立这个关系 另外一回事 你们已经进了这个门了 但是能够不能够领受到建立这个关系 得到永恒的幸福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今天福音就点出了这一点 葡萄树跟葡萄汁的比喻 提醒着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有多么大的紧密 如果你要得到灵性生命的果实 你千万不能离开主耶稣基督 正如如果我们都是枝条 耶稣基督是葡萄树 枝条离开了葡萄树 就不可能长出果实 更不可能长出葡萄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比喻 葡萄树的比喻 葡萄树代表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葡萄树的枝条 如果把枝条砍掉了 你还能够长出葡萄来吗 所以这个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大家有信仰的人 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的依靠在哪里 是在葡萄树上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 还是在世界里面的物质生活的享受 一个满足肉身 一个带来灵魂的幸福 我们两个都不能够缺 神父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不会说你们只追求灵性的生命 肉性的生命算了 反正都会死去了 不用理那么多 不可能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天主给了我们肉身生命 他也希望我们肉身得到喜乐 平安满足 但是他说不够 灵魂也要照顾 我希望每一个人是全面的照顾 不要只是照顾某一方面 而忘记了另外一方面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主日都希望你们能够来教堂 因为你们一周七六天都在外面的世界 给天主一天的时间到教会来聆听 属于灵魂要听的话语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说葡萄树结出的果实 这个果实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是葡萄 如果你要结出百倍的葡萄 你就不可能离开葡萄树 如果你要结出灵性的生命 你就不能够离开耶稣基督 所以果实是什么 果实对神父来说 就是灵性的生命 果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灵性的果实 我们下周开始就会圣神降临 圣神的果实 就是我们葡萄树 在耶稣基督内结出的果实 神父以前也是生意人 我不认识天主之前 我是生意人 所以我才会 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 我以前的生命 真的每天都为自己的肉生而活 我做任何的事情都想着 赚钱吗 对我来说 让我能够吃得好 穿得好 我能够有钱买我要的东西吗 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以我自己本身的需要为标准 越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才慢慢发觉到我越来越压力越来越大 生命越来越不快乐 银行有钱 但是不是我的钱 是银行的钱 虽然是我赚的钱 但是每到周末 每到月底的时候 钱就要出去了 不是房子 就是车子 不是这个 就是那一个 最后发现原来这些钱都不是我的 我每个月辛辛苦苦地在为谁而忙 为谁而做 渐渐发觉到原来我失去了圣神的果实 而圣神的果实一直到我认识了耶稣基督 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圣神的果实 你们知道吗 圣神的果实是什么 没有天主的我的生命 我其实一点都不仁爱 对我没有利益的东西 我不会慈悲 只要赚钱的 我忘记了可能会伤害他人 没有慈悲 没有良善 没有信实 更谈不上对人温柔 对自己节制 欲望越来越大 大到连自己的耐性都会失去 得不到的就生气 心中没有和平 没有喜乐 有了信仰 读了圣神的果实之后 原来才发现 在耶稣基督内 他给的我们的果实 就是这一切我需要的 当我都失去的时候 我才赫然发现 原来这一切都在圣神内 耶稣基督给我的生命内 礼物已经在这里了 圣神的礼物都在你们的面前了 但是你们能够不能够得到呢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紧紧的像葡萄枝 紧紧的靠着葡萄树 这些果实是不会成长的 不会结出果实的 所以你们每天的生活 有没有跟耶稣基督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祈祷生活 有没有圣言在你们生命当中 这些都是你跟天主葡萄树紧密的结果 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我们被召唤成为基督徒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常常以为做基督徒 会有好多的恩典 这个恩典就是我以后不会受苦了 天主会保护我 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跟天主求 天主一定会给 所以我们大家都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情 进入这个信仰 最后发现 哦 原来我被骗了 因为天主并没有事事都照顾我 事事都听我的 事事都给我满足 我们都对信仰有了最大错误的认识 昨天我们团体在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团体六个弟兄姐妹 我们加尔摩罗在 在这个福隆 我们有一个住的地方 我们六个弟兄在一起 六个弟兄在一起 然后我们吃完了在洗碗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个人吃完了要自己洗碗的 不是不是叫别人来帮我们洗碗 我们一起洗碗 然后我们的罗神父就说了 他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了 你知道吗 我们这几天念的落望福音 里面有一段话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重复哪一段话 我在他生命内 他在我们的生命内 不断地重复 落望使徒不断地重复说 我们都要在基督 耶稣的生命内 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生命内 不断地重复这一段话 他说我算算一下 罗神父说 我算算一下 大概有五次之多 五次之多 然后我就洗碗的时候 我就问罗神父 为什么落望使徒 要重复又重复这一段话 可以告诉我吗 我们大家都习惯 当你要连讲三次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很重要对不对 现在讲五次 比三次还多重不重要 但这一句话 到底要表达什么 表达我们在天主内 耶稣基督在我们内 我们在他内 指的就是 我们所有的信仰 最后最后的最终最终的目标 并不是天主给了你发财 并不是给了你物质上的享受 我们最后天主要给的就是 希望我们跟他是在一起的 我们跟他是合而为一的 我们最后生命的结束就是 我在基督内 基督在我内的 合而为一 有多少人是用这样的理解来度你的信仰生活 是为什么人最终要面对死亡的时候的差别就在这里 物质生活享受的人 当他只是沉迷在物质的享受 死亡的那一刻来临的时候 他的心中会在想 我所有赚到的东西将会去哪里 我赚到的东西 我的房子 我所有物质的东西 也会跟着我完全不见了 但是当我在耶稣基督内 耶稣在我内 我的死亡很清楚的 我将会跟随着耶稣在一起 这才是信仰生活 弟兄姐妹们 我们带着孩子的信仰 就是要让孩子们明白 我们要得到的是圣神的果实 我再次说 你能够不能够让你的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了信仰感受到平安喜乐 能够活出慈悲 信德温柔跟忍耐的生命 有了主耶稣基督 生命改变了 我以前的同学们见到我都说 陈信伟 他们因为反正都是同学 我虽然神父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的 他们知道我就知道我叫陈信伟 然后他们就想着 我该叫你神父 还是叫你以前我习惯叫你陈信伟 我说无所谓 你要叫我神父也可以 叫我的名字也可以 他以重心长地告诉我 你跟以前很不一样 如果我听人家说在基督徒身上 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你的身上体会到了信仰 体会到了天主的爱 好像我很臭屁 在这边来自我 夸耀我自己 我要说的一句 这个是一个关系 夫妻关系 最后夫妻二人 如果你生命当中天天心心相应 彼此相爱 你会发觉到你到越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的夫妻的面容会越来越像 我的确有很多的经验看到 长得好像夫妻面容 我相信他们是绝对经历过了 不论遇到逆境过顺境 他们都能够彼此同心相应 心心相应的一起同心同意 一头竹欲一个眼神 就可以彼此知道彼此需要些什么 所以他们会越来越像 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如果我们越来越认识天主 我们越来越爱天主 你就会听到别人说 我在你的身上真的看到了耶稣基督 这就是我们要结出的果实 今天葡萄树结出的百倍果实 弟兄姐妹们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教宗曾经说过 我们教会要的不是人数 我们要的不是人数 我们要的是有质量的基督徒 我们要的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 活出基督信仰的基督徒 而不是只是增加的人数 我们每年在基隆坡教区里面 都有上千人灵洗 上千人灵洗都是 灵洗完了都不见的话 这一个果实不是我们要的果实 我们要的果实 这些人进入了教会 他们能够在信仰生活里面 找到了他们的平安喜乐 结出了这种圣神的果实 才是我们期待的教友 所以我们的教会需要的不是人数 神父需要的不是教友人数 希望我能够陪伴着大家 成为有信仰生活的人 所以让我们重新定义 今天百倍的果实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都成为 能为教会结出果实的人 不是只是冲人数的人 所以我为大家祈祷 你们也为神父祈祷 我们要一起为天主的侍奉 我们成为这个枝条 结出果实 也帮助更多的人 也能够结出果实 愿主的平安跟喜乐 我们也能够结出果实 我们也能够结出果实的事情 也能够结出果实的事情 我们也能够结出果实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